西九龍總區人口調查組 調查涉及離間出走的失蹤青少年案件時 發現一名成年男子 帶同未成年的人士入住賓館 於是人員昨天即是7月10日 在一間人華地的賓館房間內 拯救出一名12歲的女童 並沉回一名16歲的男子 及一名私人行為精神上 無能行為能力的16歲女子 同時亦留意到有人為了避免追查 租住不同區的賓館 西九龍總區若而案件調查組 接手調查 調查後 以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性交 及製作兒童色情物品的罪名 拘捕一名本地的男子 19歲 報稱無業 以及與年齡在13歲以下的女童性交 及虧人罪的罪名 拘捕一名本地男子 16歲 報稱學生 案件不涉及賣人活動 兩名被捕人現證被扣留調查 另外兩名女子被送院接受治療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